大家好,這是亞當 今天這部影片要教你怎麼在台灣用一萬塊以內 買到一台二手的代步車 也就是我們的速克達 你現在看到我正前方呢 這就是我用一萬塊以內買到的速克達 那認識我的朋友或是路上有看到我的粉絲都知道我在騎這台車 他說,誒,你什麼時候我這台車的 其實這台車是我在6月15的時候就已經購買了 那因為要拍這種題材的原因呢 我買了以後,我自己先試騎了一個月 那我買這台車的時候呢,這台車是40,459公里 那他現在儀表上面是40,762公里 我自己先試騎了300公里以後才有勇氣 所以跟大家說,誒,其實這台車還可以 才可以有資格出來拍這部影片 代表我花一萬塊以內買到這台車 是可以讓你從A點到B點的這樣走 好啦,那因為這台車已經跟著我一段時間了 我現在出來拍影片 我現在就是要教你如何在台灣用一萬塊以內 買到一台二手的代步車 首先呢,你先要準備好你的錢 就是一萬塊錢 為什麼我會這麼說 因為我在看車的時候 我總共看了三台車 我去那邊試騎,然後跟車主講了一下話 聊了個天 他們都問我是付現金還是要分期付款 誒,什麼意思我當然是付現金啊 因為有一些人去找他們的時候 都會跟他們要求要分期付款 就算那車是八千塊、九千塊 他們是要求分期付款 所以我是不太懂啦 因為八、九千塊一萬塊你都付不出來了 那你比起這台車你的問題好像還要再更多一點齁 所以你要先準備好你的現金一萬塊 然後那你現在有錢以後 第二點就是拿出你的手機 我會把螢幕放在右上方 然後打開你的Facebook 點一彎內醫院 中古機車二手機車拍賣網 你上去呢 你就可以在上面看一下 誒,這每部車的車況啊 還有他的年齡啊 什麼東西的 車主都會把它一一的放上去 然後最好是找到有照片的比較好 那我在滑的過程中 我看到很多 100cc啦 125啊 然後我聯絡了幾個賣家去看了車 可是車況都不是我想像中的那麼好 然後我再往下滑 繼續往下滑 你會看到 咦 中間有一台03年底一手車光陽得益100賣九千 然後他上面就會有他的電話號碼 我馬上聯絡了這位車主說 誒,車主我可不可以來看車種的 所以我們就約了個地方 然後直接去實際的看車 那看車的時候 因為摩托車它的引擎比較小 所以你發動的時候比起車子 還要更容易的辨識 它這台車的好壞 你只要先把它發動 吹幾個油門 大概聽一下它的引擎聲 然後趴下去檢查看一下它生鏽的狀況啊 不然就是它的漏有沒有漏油 然後測試一下它的前後的煞車到底是怎麼樣 然後再來看它的燈 方向燈啊,左右燈,遠燈,煞車燈都有沒有用 這些人都檢查好了以後 你就可以跟車主說 誒,那我們可不可以就是去試騎一小段 通常一試騎,因為我本人騎過的車算非常多了 所以你知道給我差不多一兩分鐘的時間試騎一下 就大概知道這台車的能耐在哪裡 那我們就現在先去試騎吧 好的,那我們現在出來試騎齁 一開始最重要你要先測試它的煞車 前煞車後煞車拉一下 至少確認它可以煞車再去試騎 因為這是最重要的 你沒有煞車 你基本上這台車已經是爛到一個不行了 好,現在煞車都處理完以後 你就直接去 應該不是說處理完 就先試完以後 你就直接先 測試它的油門的反應 到底快不快 摩托車真的很簡單分辨 因為你油門一吹下去 它就給你的感覺 就知道這台車到底好不好 到底O不OK 因為為了保護當事人 賣車的車主 他自己個人的權益 所以我當天沒有做拍攝 因為賣給我的是一個阿伯 我也沒有問他願不願意上節目 不過我當下測 10系的4級這台車以後 我試轉它的油門 是發現,誒 在100CC的車真的非常的好騎 非常的順 那順在一起 我這是2003的光陽得意 100CC的 那拍這部影片的用意 不是為了讓你去耍帥買一台車 我跟你講 我這個影片就是為了讓你從 A點騎到B點 就這樣子而已 不考慮外觀 不考慮性能 如果你要 性能跟外觀的話 你大可慮 考慮 升級一下 買個近戰啊 買個其他更帥的摩托車 可是 我這一集 並不是要那樣子 這一集只是買一台 代步車 A點到B點 就這樣子 你讓它在外面風吹雨晒 我不在乎它的外觀 只要 能騎就好 而且有在看我影片的觀眾啊 都知道我騎的是哈雷 哈雷 在夏天 台灣夏天其實是燙的要命 所以你根本沒辦法穿著短褲帶騎車 如果你只是下來買個 飲料啊 買個吃的 其實有一台代步車是真的非常方便的 那你現在 因為你會去看很多很多的摩托車 我自己是看了三台 這台是 我看了第四台才去買的 我前面看了三台摩托車 要嘛就是煞車頓頓的 要嘛就是油門的反應非常的不好 所以我才沒有考慮買前面幾台車 不過這台車我騎下來 我發現 欸 蠻順的 然後我前面騎了這300公里 這台車完全沒有給我任何的狀況 所以 這就是為什麼我當初 會選這台車的原因 就是要會看車 然後你要看得準 你基本上就不會有問題了 那那天 試騎完以後 我回家打個電話 跟車主說 好 那我就跟你收這台車 我們隔天就約了監理站 在盧州那邊 因為他車在盧州 我們約在盧州的監理站那邊去 做過戶 過戶其實很簡單 只要你有你的身份證 還有雙證件 就雙證件啊 身份證跟你的駕照 然後你準備好你的錢 然後只要你一切都ok了 你過18歲了 你就可以買這台摩托車 那辦理的手續其實也很簡單 那個賣托車的阿伯 人也很好 在我到之前 他先把這台車驗完了 你要先記得 賣車的人 或買車 要先驗這台車才能過戶 那如果今天你是買一種很帥的摩托車 他燈都改了阿 排氣管也改了阿 那輛車就很難驗過 就很難過戶了 這台車全員廠 油門吹下去也沒什麼聲音 所以他說驗這個東西 兩分鐘就過了 然後他驗完以後 我們就去監理站那邊 拿幾張紙寫寫一些東西 然後就這樣直接過戶了 非常簡單 非常的快速 那到後面 你就把該腳的錢 給你的車主 那這台車就是你的啦 那先講一下我這台車買的 購買的價錢是8500塊 因為他這台車還需要做一點點小的保養 所以我跟車主討論了一下 他說好8500塊賣給你 拿500塊去做一些小保養 小保養 換機油的什麼的 我說好謝謝車主 就這樣給我了 哇 這個車真的多到爆炸耶 那你買下來一台車以後 你該做什麼保養 這就是我們要分到第二級了 第一集我這一集做的就是如何在台灣用1萬塊錢買到一台二手的代步車 我是說代步車 不是讓你耍帥的車子喔 代步車 基本上就跟買賽車一樣的意思 那下一集我會做一集就是 買這台車 買二手車 到底有什麼優缺點 那認識我的觀眾就會覺得 為什麼亞當尼還要在台灣買一台 這麼破的一台摩托車 為什麼不直接花多一點錢 什麼五六萬萬塊買一台帥一點的塑膠車 像是近戰 不然就是 再花一個十萬塊買一個什麼 MXX小阿路什麼的 因為我就是受不了台灣這個天氣 而且我時常需要下山買東西 我又不喜歡 因為這台車很容易載你的便當啊 或是飲料啊 什麼東西的 而且你也不用那邊一直打擋 說真的 騎擋車到後面真的是有一點麻煩 載東西都載不下 這台車還有置物箱耶 你的擋車有嗎 沒有嘛 更何況 買一台這種破的摩托車 我回國了以後 回美國再把它賣掉就好了 對不對 所以我在台灣我給自己的目標 就是一萬塊內買到一台可以代步的二手車 然後 我也不用在乎它的外觀啊 它摔車啊 風吹雨打我都不是很心痛 只要好好的保養一下 回美國之前 再把它賣給下一個車主就OK了 好啦那這就是我的 如何在台灣用一萬塊買到一部二手車的影片 下一部影片我會帶在車去做一點保養 換機油啊 換一些最基本的東西 如果你想用一萬塊以內買一台二手車的話 你一定要加進那個Facebook的族群 一萬塊以內的那個族群 那族群完全沒有找我拍這影片 只是我覺得那裡很實用 那幾個該注意的點就是你要知道你在看什麼車 你要會看車 會看車是什麼 基本上你就看它漏油啊 有沒有燈泡破掉啊 有沒有就是一些東西摔過了沒有換的啊 這些都是用外觀看的 那感覺上面你就要去感覺它的油門 到底順不順 然後它剛發動的時候到底會不會發的起來 還有它的煞車到底有沒有用 基本上摩托車在蘇克塔就這樣子 而且我很難看到你說 看第一台車就喜歡了 因為聽過一個叫霍比三家 所以你要看差不多三四台再去決定 那我有個錯誤的決定 是我看到一台非常好的125的摩托車 結果我沒有去買 是因為我想要看更多摩托車 啊後面幾台都不是很好 然後回去回去找那個車主的時候 他跟我講那台車已經賣掉了 所以那是一個我自己蠻後悔的選擇 不過我到後面又看到了這台車又很小 又很好騎 這就是為什麼我決定 入手這台得意100的原因 好那這邊差不多就一個結尾了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買這台車的相關流程 歡迎你在底下留言 我看到的話我都會回 然後也祝大家在台灣騎車安全小心啊 因為台灣摩托車真的是太多了 開車的人也說真的不是很安全 祝大家騎車小心 而且買到自己喜歡的車 那我這也是亞當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我們下次見